中国大陆在今年说是要评内需 希望可以带动经济的一个复苏 但是中国消费者的态度 目前来看是不是依旧比较保守谨慎 我们看到在二月份CPI是年增百分之一 这其实是创下一年以来的这个新低 是不是反映的是在农历春节过后 似乎这个消费需求是有慢慢降低 这样的情况要请教吴老师 如果说整个内需不够强劲的话 今年所定出来百分之五的这个经济成长目标 是不是更难达标 是的 从现在的这些数据来看 看起来就是百分之五的经济成长率 是蛮有挑战性的 但是他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达标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今年其实全球的经济情况都不理想 特别是这个全球的升息循环还在继续 所以全球的消费跟投资的需求一定是会大幅下降 那这个部分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那跟台湾的情况一样 其实中国的出口在去年的第四季开始 也是呈现衰退的现象 但是中国他过去几年 他的这个出口在GDP的占比 其实是有下降的趋势 最高的时候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六 就是出口在GDP的比重 现在大概降到两成 现在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出口他虽然会衰退 但是他对GDP的影响就会比较有限 所以希望当然还是在看内需 但是中国的内需部分 他还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特别是房地产 还有地方金融的债务 所以他如果要达标的话 那势必在今年 就是中国他必须要采取 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 能够借新债去还旧债 至少把这个问题拖到以后再说 另外一方面 不要产生系统系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 其实中国也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 尽量去扩大政府的支出 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因为现在除了消费不振之外 他的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 所以他的失业率在去年 大概就维持在5.5% 到百分之三